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十六集 广信宫里安静的连一只幽灵猫走过都能听见 几个宫女缓缓地靠向长公主的身边 范贤闭着双眼 只是脑袋微微向右偏离了一点点 请范公子敬手 不知道宫女们从哪里又端来了温水和毛巾 范贤睁眼 向长公主行了一礼 又微笑着谢过几位宫女 将有些酸麻的双手泡入温水之中 取过毛巾擦拭干净手掌上的水渍 一公身到底 不知殿下感觉可好了些 长公主李云锐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柔软的眼波里油游子带着一丝怯弱的感觉 但范贤知道这个女人绝对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那一类人 好多了 长公主缓缓坐直了身体 侧头将肩上的黑发理了理 板低着头 温柔说道 想不到婉儿要嫁的夫君竟然还有这样一门好手法 说真的 我都有些不舍得 你了 范贤很恭敬 很安静地站在下手 不敢多言一句 他知道对面一个这样的女人 不论你说什么都会造成很难分析的结果 所以干脆玩个千言万语不当一墨的手段 你去吧 我有些乏了 长公主唇角站出朵花来 柔声说道 给刘姐姐带句话 她今天没来看我 我很失望 等范贤恭敬地离开了广信宫之后 长公主的心腹宫女走到她的身边 轻声请示道 公主 杀不杀 只是逗小孩子玩玩罢了 不然这宫里的生活还真是无趣 长公主像猫一样伸了个懒腰 慵懒至极 诱人至极 这个少年还真出乎我的意料 倒像个三四十岁的人一般 很能忍 很能掩饰 长公主 今日呢 起初 当然没有动杀心 但看着范贤步步防备 不露半丝破绽 这个将斗争是座游戏的奇妙女子 却是心中渐渐痒了起来 以她在这宫中的地位 以及范贤都能想到的这个变态心理 如果范贤真的稍异是神 只怕她真会下令杀了自己 她的眼光 不知道这个女子是在可惜什么 或许是可惜范贤过几日就要面临的危局 范贤是玩毒药长大的 所以她发觉长公主是自己平生少见的厉害毒药 是眼下的自己很难对付的角色 出了广信宫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有些渴睡的宫女醒儿 冷冷地说道 回吧 然后当先向仪贵妃的宫殿行去 竟没有走错路 宫女醒儿此时才发现 这位范公子的后背竟已经是汗湿了 但青色的山子被浸透出一道深色的痕迹 看着很狼狈 出了皇宫 上了等在广场远端的马车 范贤的面色有些发白 手掌搁在腰间 按在腰带里的药丸上 自嘲地笑了笑 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思虑缜密 还是胆小如鼠 如果长公主真的想杀自己 又怎么会选择在广信宫中呢 还好吧 范若若同情地看着兄长 根本不知道他在广信宫里的对话是怎样的耗费心神 以为他只是四处拜见娘娘累着了 范贤微笑着摇摇头 对柳氏转述了那几个宫中娘娘托他转达的问候 便开始催促马车快些回府 柳氏与范若若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般着急 马车驶进了范府旁的侧巷 范贤向柳氏告了声罪 便拉着妹妹微凉的小手往后园里飞奔而去 不过片刻功夫就进了书房 范若若按着不听起伏的胸口 上气不接下气 说道 哥 做 做什么呀 范贤不及解释 笑着命令道 我说 你记 他此时来不及摸摸 随手捡了只鹅毛笔 沾了些宴台里剩的墨汁 递给了妹妹 然后紧闭双眼 开始回忆皇宫里面 那些复杂的公园分布和道路走向 范若若越写 脸越白 范贤因为记忆好神 脸也越来越白 兄妹二人倒变成了两个大白脸 好不容易将皇宫里的路线图画了个七七八八 范若若终于忍不住低声叫了出来 哥哥 你知不知道这是谋逆的大罪啊 范贤放松了下来 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半天没有说话 今天呢 花了半天的时间在宫里 既要与那些贵人们说话闲聊 又要记住凡夫的道路 最后还和长公主精神交锋了半赏 实在是太过耗损心神 一时缓不过来尽 庆绿 他自然熟悉 也知道皇宫是绝对不允许画图的建筑 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想偷偷摸进皇宫做那些大逆不道的事情 而范贤需要这张图啊 因为他已经定好了计划 而在这个计划之中 那个夜晚应该是自己偷偷潜入皇宫去找钥匙 他可以像林婉儿打探皇宫里的道路 但那样太冒险 而且宫中主子行走的道路 和范贤用心计划的道路 又完全是两个概念 即便是五竹告诉自己也不行 像那些假山后的藏身处啊 花丛中的市盲点呀 如果不是自己亲身走一道 根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 做出自己非常满意的地图 范贤站起身来 走到桌边拿起妹妹画的图 发现虽然匆忙 但妹妹的笔法依然一丝不苟 不由高兴地拍了拍妹妹的脑袋 说道 事情成了 请你去衣食居吃海味 范若若生气了 一把将地图抢了回来 说道 还事情成了 什么事情成了 你知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事情啊 不行 我要去告诉父亲 范贤苦笑了一下 心想 地权不可亲这个概念啊 果然深入人心 当然他也明白 妹妹呢 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和和服子弟 如果被人知道自己丝画皇宫地图 只怕以范福与皇家的情分 也会惨得非常厉害 放心吧 我待会儿歇歇 马上就把这图背下来 然后烧掉 没有人会知道的 范贤笑着安慰着妹妹 范若若急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哥 你为什么要画这图啊 范贤叹了一口气 低头严肃望着妹妹的双眼 一字一句地说道 因为皇宫里有我想要的东西 你要去皇宫偷 范若若惊讶地想要尖叫 赶紧掩住自己的嘴 范贤认真地说道 不错 但不是偷 因为那件东西 本来就是我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闫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若若从震惊情绪里摆脱出来 马上回复了平日的冷静与聪慧 判断出了事情的真相 压低了微斗的声音 说道 是不是和业业有关系 范贤笑了笑 说道 这事须瞒不得你 很简单的几个字 却饱含了兄妹二人间 相知相信的情愫 他接着微笑说道 不妨是的 你哥哥是什么人啊 拳打七岁小孩 脚踢七寻老翁 站在乱坟岗上吼一声 不服我的站出来 结果硬是没一个人敢吭声 若若有些艰难地笑了笑 觉得哥哥这一笑话 真的很不好笑 依然是忧心忡忡 却知道 范贤是个外表漂亮温和 但实际上心神格外坚硬冰冷的人 说也说不动 只好游着他去 自己天天在家中祈祷罢了 其实我很自私 范贤看他眉少的忧愁 忽然平静自省道 每当有什么我一个人极难承担的事情 我都愿意告诉你 表面是信任 实际上或许只是想找个人分享压力吧 但却总没有想到 其实这种压力对于你来说 是一种更大的痛苦 至少我还有你可以倾诉 你又能向谁说去呢 比如我的母亲是叶家的女主 比如我马上要去皇宫里偷东西 若若略带一次愁苦 看了他一眼 信任与压力 两相抵消 我还是欢喜哥哥不瞒着我 北齐国的谈判 仍然在进行 重新化解的工作 进行得十分艰难 本来在范贤地上去的分析暗宗支持下 这个庆国鸿卢寺 具体负责谈判官员 异常强硬 有几次都险些逼着北齐使团 在文书上画鸭 但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北齐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北齐的使团一直厚颜无耻 甚至是歇斯底里地拖着 似乎是想等待着什么 这种阴谋的味道啊 马上被经验丰富的 红炉寺少卿 新奇物秀了出来 这天下午 一场毫无进展的谈判结束之后 他捧着一个小茶壶 看了范贤一眼 示意他跟自己出来 一路之上 都有官员向这两位正副使行礼致议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清静点的地方 新少卿有些疲倦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范大人 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事情有些异常呢 对于此次谈判 范贤虽然抱持着观摩学习加杜金的正确态度 但毕竟从头至尾都在参与 所以也觉得北齐使团的态度变化有些奇怪 但如果说这个对方新进获得了什么可以倚仗的筹码 那此时也应该摆出来了 断不至于还在谈判桌上寂静无赖般地拖着呀 他想了想 忽然皱眉 只怕北齐现在正在想办法获得某些筹码吧 以方便用在谈判桌上 新少卿看着他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般想的 所以今晚我会入宫面见圣上 请圣上颁旨 令监察院四处协助红卢寺工作 不找出北齐方面究竟在想什么 我还真有些不放心 樊贤靠在栏杆上 眯眼沉思 心想 北齐在想获得什么东西呢 毫无道理的 他脑中灵光一现 想到了监察院设置在北齐的间谍网 想到了那位在北齐已经潜伏了四年的 严冰云 严公子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心少卿 和声说道 我今夜入宫 但毕竟走明面上获取的东西比较少 反复是 此时你不能再藏桌了 樊贤苦笑 心想 对方肯定以为上次的卷宗 是父亲的暗中力量帮助获得的 但天知晓 父亲暗中替皇上打理的那些力量呢 连自己都从来没有接触过 不过他想了想 觉得确实需要去问一下 至少要保证 严冰云在北齐方面的安全 当天夜里 在那个隐秘的小院之中 樊贤找来了王启年 对他讲述了自己与心少卿的担忧 王启年的脸色反应 让樊贤有些不祥的预兆 院里已经有八天没有接到乌鸦的请安了 王启年的眉头皱得极紧 这种消息应该不是你这个层次能知道的 樊贤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我也不去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只是想通过你提醒一下愿力 让北齐那边注意一下安全 王启年摇了摇头 哎 都是单线联系 如果断了很难再续回来 何况阎公子身为北齐密蝶总头目 如果他出了事 再联系也于事无补 无论如何要提醒他注意安全 樊贤的眼里闪过一丝寒色 他不喜欢因为国家的利益 而放弃任何一个人 尤其是那位阎兵云 身为高官之子 潜伏四年 牺牲良多 如今的范贤呢 早已经将自己视作庆国的一份子 监察院的一份子 自然而然的 对于未曾谋面的阎兵云 有一种敬佩 范贤想另外一件事情 平静地望着王启年 我有一项任务 不过不能经过院里 我希望可以寻求你的帮助 王启年有些糊涂地看着大人 不能汇报给陈院长知道 范贤的语气很平静 但王启年能听出来 里边夹杂的寒意 是 这个字出口 王启年就知道 自己已经将身家性命 全部压在了这个 看似温柔 实则心狠手辣的年轻大人身上 至于院里呢 陈院长只是吩咐自己 全部听范大人的 并没有交代别的事情 当天晚上 不幸的消息 终于得到了确认 庆国 监察院四处架构在 北齐的密碟网络 很幸运地 保存了绝大部分 但是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身为密碟头目的阎兵云 却在北齐上京的绸缎庄里 被北齐大内高手们 升旗 对于此类事件而言 一般是由下层打开突破口 然后往上追溯 极少出现这种 一举抓获 敌往最高阶层的事情 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庆国内部高层 有人 里通外国 阎兵云被抓的消息 当然不可能散布开去 那样虽然会对 庆国的声望 造成一定的打击 但更加不符合 北齐的利益 北齐是需要用这一个头目 来换取相应的利益的 不仅仅是要打击 敌国士气而已 而对于庆国官场来说 监察院四处主办 这个阎若海大人的 长公子 四年前就已经死了 没有人知道 他是被朝廷派遣 去了北齐 这几天里啊 知道这件事情的所有人 都没有睡好 红炉寺最隐秘的房间中 新少青闭着双眼 将手中的那张纸 递给了范贤 范贤接过来一看 是一幅画 画上是一片 薄云飘渺 行于冰原高空之上 这张纸是今天谈判的时候 北齐方面使团里 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暗中递到新少青的手中 当时那个人脸上的神色 差点惹得这个新少青 抽出侍卫的剑 砍江过去 画中引有兵云二字 看来北齐使团 也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 准备开价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